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一节的国语新闻 今天首先先带大家来看到德国纽伦堡发明展是世界首创 而且是规模最大的国际发明展 今年也迈入了第66届 宜兰宪明张振华成冠军分别以具有刹车分配器的脚踏车刹车结构 车用自走式的安全系统等作品分别荣获金牌和铜牌 县长林聪贤也特别接见鼓励 德国纽伦堡发明展是世界首创而且规模最大的国际发明展 一项以评审严谨公正著称国际 今年迈入第66届 宜兰宪明张振华成冠军 分别以具有刹车分配器的脚踏车刹车结构 车用自走式安全告示系统等作品参展 分别荣获了金牌以及铜牌各一面 县长林聪贤为了提升宜兰宪发明风气 鼓励工商学术界来研究创新以及发明 特别接见两位杰出的发明人 颁证奖牌以致鼓励 鼓励工商投资技术合作共创商机 依然集了两位发明家去参加德国纽伦堡的比赛 我们张先生得到金牌奖 我们陈先生得到铜牌奖 不过两个的原创都很简单 就是他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发现有一些机制经常有危险 比如说骑脚踏车 过去大家知道前后轮煞车不一致的时候 容易翻车或者是容易造成意外事故 陈先生经常高速公路在通勤 发觉到最近有很多的车祸 都是因为车祸故障停在路坚的时候 你要去摆放警示标志 结果还来不及 后车就撞上来 两位的原创都是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 而且都是经过一些巧思 然后善用他们的专业 两位都是学机界的 然后结合一些特殊的巧思 然后结合各种机电的原理 能够造成这样的一个好的效果 县长林冲贤鼓励工商学术界 持续研究创新发明 将来有更多的作品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改变人类生活 争取无上的荣耀 我想这个分享是给我们提供很多愿意 在现在大家都鼓励要创新 那研发创新 其实这个巧思都是要从生活经验出发 那这样的话 他们就能够创造可能的商机 或者是能够改善 大家在生活上面的危险 或者是困难 我想这个都是像过去的便利贴一样 亿兰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道